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哥 这个穷游都是骗人的 真的 你们再也别相信穷游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为什么说穷游都是骗人的呢 首先大家在这个路上加油要钱 买菜要钱 是吧 就说 你不下馆子 你自己买菜 你也要钱吧 那买菜的话 那要看你吃荣还是吃素 那一个月最少也要个一两千块吧 加油的话 那看你们跑多远 你不可能一直待一个地方待着吧 也会腻对不对 那也要钱吧 最少也要两千块吧 那你还要洗澡呢 你不可能一直在路上不洗澡吧 朋友们 是吧 你还要去开房吧 你还要去开宾馆吧 那一个月又要一千多吧 那五千块钱最少这是最基本的了 朋友们 然后 你在路上看到什么景点啊 收费的 你是不是要进去逛一下 你就说 那种不出名的景点 你不去 那个很出名的5AT的景点 你你如果到了你都不去一下 那你说你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一样 那个什么美好的风景都在路上 我猜的给他 完全是胡扯 放屁 确实话说如此 但是 很多好的风景都已经收费了 都要买门票的 你就真的能做到 到此一游吗 真的就在外面远观一下吗 你就不想进去看一看 进去瞧一瞧吗 想 所以啊 这个穷游 是骗人的 这个旅行旅游 是要这个的 是要蛮你的 朋友们 所以 不要相信他们这些穷游的了 像我今年 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出来了吧 我是去年 11月出来的 到今年啊 现在已经1月份了 整整一年多了 你们说我是穷游吗 你们说不是穷游 但是我又是穷游 我大部分在路上 我一年有12个月 我最少吃了七八个月的大白菜 大萝卜 这个网友可以给我作证啊 但是偶尔我也要吃一点排骨啊 交一点外卖 你说长期这样吃 那不现实 可能要把人吃废掉 对吧 像他们那些粉丝多的 有钱的 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是炖肉啊 炖牛肉 炖排骨 那是比我吃的好多了啊 条件不一样嘛 经济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算穷游 为啥呢 因为我刚刚已经算了那笔账了 最基本的5000块钱 是省不掉的 如果一个月要花这么多的话 那一年不就要五六万吗 这还算那个哪门子穷游啊 朋友们 这还算重游吗 我觉得我已经算省的了 这不算 这不算 你看我今天 这 我前天买的这点白菜 这点菜心 我已经吃了三天了 就这段意啊 我就吃这个一个月也要 也要上千块 因为我不是光吃这个 我也要买肉 是吧 所以很多看了视频的人 他们看这些穷游的视频 以为很省钱 非常的省钱 比住在家里还有省钱 哈哈 有这样的好事吗 朋友们 没有的 如果真的要这么省钱的话 那还买什么房子 直接搞个什么车 搞成一个 直接买个大货车 大房 大面包车 改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呢 对吧 所以 事与远方是需要这个的 没有什么穷游 与富游之分 只有相对颜 尽量节省 节约一点 算一点 像我这样的话 尽量 不该花的 就不要花 是吧 在路上 只要吃饱 就可以了 偶尔加下餐 自己做 也干净 不需要去住外面 吃地购游什么的 不怕 是吧 然后的话 在一个地方 喜欢的话 就待上两天 那一个月 也要个大几千块钱 才能维持这样 不是说 像他们说的 几百块钱 就能游一个月 那简直是做梦 那简直是 开玩笑 所以啊 大家觉得 穷游有可能吗 有真正的穷游吗 一个人的话 就要消费这么多 你想一下 如果还带一个人 带一个女朋友 带一个老婆 还带孩子的话 那个消费 我真的不敢想啊 动都没动 动都没动 上次我没有去海南 但是我的车友 他去海南了 这两天 他给我发来了 这一段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煤气罐 已经被收掉了 他的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海南 去海南 不能带煤气罐 海南 你要做好 没吃光 被没收的准备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 那么多车都过去了 那别人怎么做饭的 他们怎么吃的 我说 人家是人家 咱们 是穷游 别人可以下馆子 咱们必须要每天做饭的 是吧 虽然去海南的车这么多 但是咱们必须要 保障每天的开销 不是那么多 是不是 然后结果他不以为然 得 在那个地方 每次快没收了 这就好了 然后 没收了之后 要过去 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啊 不能买的话 那吃饭的话 那个开销就比较大了 到底是下馆子的 还是去外面 叫外卖 反正的话 比较难搞啊 所以这也是我 没有去海南的 原因之一 主要是 这个 做饭问题 然后 还有去海南说 露营地比较难找 说 也不怎么欢迎这些房车床车吧 也都是这些房车床车 说把那边的这个影响 以前搞坏了 就是走 说白了就是 走的时候 没有清理垃圾 在那里搞得像自己的家一样 到处乱 乱 乱 洗的衣服啊 到处乱 乱晒 很好啊 所以我就 我不去海南了 我就到 到 到广东这边来了 广东这边有海灵岛 我到了南极村 南极村 结果没有玩好 在那里 出了一点点 情况 大家也知道 在这个外面 什么情况都能遇到 然后出了 那个情况呢 我就跑到了海灵岛 其实这些岛 什么岛 都差不多的 不一定要去三亚吗 是吧 他们很多都说 三亚那边风景 和这个海灵岛 完全相似 所以我也没有 感觉到 很遗憾啊 说一定要 一定要去海南 走一趟 没必要 那个岛不能玩 我在这里 这个岛不行吗 是吧 也是一样玩吗 一样的大海啊 一样的海滩啊 一样的 我每天看美女啊 一样的 我每天捡叶子吃啊 在这边 我还能每天 还能炒上一个大白菜 炖上了一个 一个萝卜 炖排骨 每次吃的那种 我还不是带了 个把星期啊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路上啊 这个要随机应变 是不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既然 人家既然帮你带这些 煤气罐 这些 这些什么的 肯定是有它的道理 你想一下 是吧 肯定是有它道理 要遵守别人的规定 嘛 出门在外的 都不容易 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身在哪里啊 我只知道 我现在在一个荒岛里面 但是不是海岛啊 是一个山 四面环山的一个地方 这里很多山 我前两天在海里面待够了 我现在喜欢待在山里面 我觉得可能 山里面的话 它的这种感受又不一样 山很安全 是吧 它是稳定的 然后的话 在这里休止两天吧 休止两天 晚上的话 我排骨也买好了 晚上炖排骨吃了 是不是 安排的坨坨荡荡的 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反正一光光一个的 好吧 说到这里吧 咱们再见 拜拜